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有感觉 我们在这个夕阳世界已经走了一天了 那么到了晚上感觉天气又冷了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非常饿 现在要吃一点非常热乎保暖的东西 那吃什么最好呢 就是羊杂汤 羊杂汤就是里面有很多羊肉的脂肪可以保暖 让我们去看一下羊杂汤是怎么样的 你好 我要两份羊杂汤 然后一份是多少钱一碗 一份二十 一份二十 你这些东西是可以加进去吗 这些 这些是干拌羊杂 干拌羊杂 对 有凉皮吗 有凉皮 要一份凉皮 谢谢 是可以选这样的不同的凉皮吗 都是有什么样的 这是什么的 菠菜的 菠菜的 然后这个紫色的呢 大米 凉米 那我就要一个大米的吧 还是大米的吧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大米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在这边要了一个大米的凉皮 好 谢谢 这羊杂汤呢 让我想到了南京的老鸭粉丝汤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都有粉丝 然后里面有羊肉 羊肝啊什么的 最重要的是这碗东西可以特别的 让你整个身心都暖起来 即使外面特别的天寒地冻 你喝完一碗羊杂汤的话 里面的热血都倒起来了 因为它里加了辣椒 而且羊肉的羊脂肺也是可以保暖的 其实粉丝呢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没有说特别滤味 但重点是这个汤 这个汤呢不算很咸 喝上一口 整个都是暖的 好 接下来我准备做一个伟大的创举 就是把我的凉皮儿 放到这个羊杂汤的碗里 凉皮加羊杂汤的味道就是 凉皮它本身有一股酸酸的味道 是加了一味米醋白醋 然后它的酸味再带上一些 羊杂汤的那种浓厚的鲜香 哇 感觉特别的舒畅 吃起来的感觉还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吃的不仅仅是菜 菜色 然后还有吃的是这里的环境 因为这个羊杂汤店的环境非常的好 那前厅呢除了有这些收银啊 然后做汤的一些小铺子 然后后面呢就是一个吃饭的大厅 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还是蛮好的 好了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我们这期节目呢是吃了羊杂汤 还有我们的凉皮儿 那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我们最有感觉的节目 一起来感受一下吃饱之后 既满足又颓废的感觉